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辅导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来跟大家谈谈了 低调和高调的事情 我想呢大家在生活当中 应该也会遇到了蛮多人 非常的高调吧 就是不管是要炫耀自己的财富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工作 权势等等的 就常常呢跟大家夸口其词 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高调 才能显得自己非常的厉害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低调当中 又不失锋芒呢 到底要如何取舍拿捏 这其中的一个道理和原则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汤圣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持绕你好 你是我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想要来请导师来回复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啦 毕竟我们在职场嘛 就很多人其实呢 做人处事的方式 真的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呢 就是成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或拉到了一小小业绩 就哇就到处招摇 然后呢 po网跟大家炫耀 但是有很多 比如说业绩非常厉害的人 其实他们也很低调 就默默默默的做 那这个高调和低调之间 到底要如何去做取舍拿捏 但是又让别人看得见 自己还是有在努力的地方 这个真的很困难呢 高调低调我想是每个人的人身关不同 他所驱动自己的一个精进 然后让自己的言行举止 表现出来各方面 就随着他自己的这个认为 然后让有些人感觉到 这个人好低调哦 这个人好高调哦 但是低调或高调 最后 高调的人总是 一开始如果人家没察觉 那可能啊 被这高调糊住 但是高调的后面 有没有本事 这就是一个重点啊 你说这个人高调 他后面有本事 那也许吧 毅力不搖 如果这个人高调 但是他是懵来的 最近运气好 那也许吧 懵到 那高调 这后面搞不好 就会让人家产生反感 有一天如果他这个 长高调 高不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被人家 有所定义了 那是不是要高调 还是要低调 我想你这个 自古至今 能够多看看 名人赚啊 各方面成功的人士 人家说这个 半桶水总是 晃来晃去 满杯的满桶的 他不容易晃 所以让人家感受到 比较沉稳 比较自在 那有些人他高调 高调的让人家心很烦 就觉得怎么这么爱 高调的这种各种 举止动作言谈 总是觉得好像 让人家不舒服 那自在 是不是能够 在这种低调的人身上 看到 那还是见仁见之 总而言之 人能够让自己处于低调 但是又不失这个 有实力的风格 或者是让世人看到 他是扎扎实实 面对人生的各项主题的时候 我想反而会让人家 更加的敬佩 没错 我真正觉得 低调和高调之间 要如何取舍 你其实还是要凭自己的 真本事和实力 真的在世界上面 各种人都有 那当然我们没办法控制别人 但是我们可以来好好想想自己 尤其是在高调的一个事情上面 其实常常看到 就是炫耀的财富 很多人 好像就很想要跟大家炫耀自己 到底多有钱 尤其在现代的世代之下 很多的年轻人 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背名牌 一定要开什么豪车 好像才能跟大家攀比得上 然后就会不断的为了这样子一个 想要炫富炫耀的一个钱财 所以就很努力的赚钱 但是这个赚钱到底是不是 不应之财 或者是来的是不是快钱 是不是真的有把自己的努力堆叠上去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确定 在网络上面好像这样子一个 炫富炫耀的一个趋势 也真的会影响到了还蛮多小朋友 他们的一个 不管是财务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花钱消费的一个概念 的确 你有时候在网络上 看到张三也是 哇 好像花钱如流水 李四 怎么也不落人后 然后有时候有些人会怀疑自己 是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怎么人家都这么发达 我们自己 步步都不是那么自在 但事实上 在网络 比如说 他的这种资讯的正确性 以及各方面的表现 是不是如同日常 那就是见仁见智 但是有些人他觉得网络 你高调 或者是在这个延迟中 怎么样的一些实际的表述里 高调又不花钱 又没成本 那高调一下吧 所以现在网络就通事在各种氛围中 所以我经常说 现在人要更有智慧 才不容易被网络所误导 那么是不是真的 如他人所说 他们是如此的高调 然后有如此的非凡 如此的成就 我想 毕竟呢 在自己的实验当中 会有一些结论 而时间是可以来证明 我们的这个心智 这个抉择 哪一项是对是错 事实上他会说话 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头看这一段历程 自己应该就会有一些结论 所以我想这些 如果自己愿意求新求变 稳差稳打的 务实前进的朋友 我相信他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当中 看到究竟怎么样 才是一个 我们面对世上 红尘里的一种态度与精神 就像导师所说的 真的有的时候 看着别人在炫耀 在高调 有的时候会真的 会怀疑自己 像是其实我自己 也有身旁蛮多 很成功的人士 那可能不管是事业有成 或者是家境 本来就比较好 那也常常会po一些 去吃大餐 拜明牌包 又再次的出国去玩的 一些照片和一些影像 就会怀疑说 在跟他们同年龄的状况之下 是我自己 真的是那么不如人吗 还是他们的一个 本领本事 真的是比较好的 然后就会开始检讨自己 说我自己 是不是钱花的不够多 投资的不够多 是不是真的 要像他们这样子才可以 但是这个 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 就其他人 看到了这些高调者 之后开始怀疑自己 那会觉得 好像开始检讨自己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还蛮不好的一个想法呢 的确如果整个社会或整个世界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就变成两极化 你是要去穿高附会跟他一样呢 还是你有你的思维想法 做法来保持着自己原先的一个定调 那如果大家人人都是在高调中渲染 或者是夸大不实 如果这变成大家的常态的时候 那我想每个人在互动中 应该都很累了 你不知道他到底讲的是真的假的 或者是有没有夸大 那很多事情真的是如此 还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推敲其中 正确与否 反而带来每个人的一些麻烦以及压力 那如果今天大家都有共识 不高调也不低调 就刚刚好 我想在一个最真的表现当中 让每个人看到 我们为人才是应该面对世间的 这个真面目以及态度精神 那这个才是重点 让大家能够善性的互动啊 共振 这世界才会更加的美好 或有希望 没错 所以呢其实真的要用对方式了 想到的方法 然后让我们自己 也可以跟上这样子一个脚步 而不是呢真的 一直要去追求 或者是高调的去炫富 不管是在自己的一个财物啊 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其实都是要好好的做拿捏啦 但是其实讲到了高调低调之间 其实我觉得在工作职场上面 其实是真的最常见的 毕竟呢很多的时候啊 哇可能促成了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一件好事 那就非常的得意嘛 那就想要各种不同的一个张扬 或者是宣传 但是呢 是不是也因此可能会遭来一些妒忌批评 或者是呢 反而会让自己树大招风 惹来一些不好的名声呢 的确 其实有时候你分析 喜欢高调的人 其实多半是虚荣心作祟啦 你比如说 你低调的人也许买一个名牌包 他就很安静 他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高调的人买一个名牌包 他唯恐天下不知 他有一个名牌包 所以这个跟人家交谈中啊 或者是一些互动里 他就会把这个话题在那边 然后这个秀给人家看 他的名牌包在哪里 然后使用的感觉怎么样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 就有两种可能 人家跟你一样的程度的时候 那也许听你讲 那人家没有你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这样子炫耀 可能就让人家心里不舒服 那总是说 这个好日子不见得是天天都有 那如果别人就觉得 你平常就是 过得像天堂一样 那有一天就不是如此的时候 是不是曾经经理在吹牛的人 或者是看到你是如此的高调 可能就要酸你啊 或者是让你不好过啊 让你穿个小鞋啊 我想这些东西 就是说现在在做的事情 会不会为自己想的更长远 更完整 我想这跟每个人的智慧 是形形相关的 要如何用智慧来 好好的去取得一个平衡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工作职场嘛 毕竟呢 每个人都是有要看考机 要看自己个人的绩效的啊 所以呢 当然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好事 当然也要让主管啊 或者是其他的同事知道 但是要如何去拿捏那个分寸 真的有点困难 尤其是在报告一些事项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业绩啊 自己的进度的时候 要如何可以 不会太高调 但是也不会太过低调 那让别人知道 哎 你有在做事 而且也做得很好 但是也不会太夸大其词 太过的渲染自己 其实要如何维持这个中庸 好像也是在这样子一个社会之下 非常困难并且重要的事情 也倒是 我有时候觉得啊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曾经吃过苦 他好像就不太容易 特别高调 他总是觉得心中有八尺 他曾经低潮的时候 然后他后来发达了 在高潮 但是他也能够比较守得住 但是有些人呢 他可能从小就被惯养 所以他总是高调的 生怕天下不知 或者是他总是希望 别人看他生活是如此的富裕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可能稍微一点 怎么样的线索 他就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 也是成以几十倍 几百倍这样子的去学 那我想这种 他还是跟他的曾经生活的脉络 是不是跟他的曾经的记忆 或者是各方面记忆相关 这就是见仁见智 而你是不是能够 差到好处的低调 或者是在礼节上 各方面都是 每一样做的都是很到位 别人都是夸下大拇指 那我想那样子的 一个真实的磨练成长 是我们所要看到的 而在这边与大家共勉 对 但是要如何学习成长 让自己呢 可以在这样子一个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让自己呢 真的有真本事真实力 也可以在这种的低调当中 也让大家呢 看见自己的锋芒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蛮不简单的智慧啦 不过要如何习得 这样子一个社会生存的一个技巧呢 休息一下咯 我们继续来先听个歌曲 来送上这一首说 来自太阳升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闽南语的音乐作品 叫做《提定的更天顶的光》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稍微地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再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其实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提定的更天顶的光》 悠驚尊老 茫茫不定看望 整年的桃梯無藥 整天 一生茫茫看我百合 有天有地 哪一條港 快樂出港 你心中外希望 延航 延舍 如何得到快樂 如何不為錢煩惱 如何與人溝通更順利 如何才能擁有精彩豐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問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問 繼續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點鐘到12點鐘的 福到你家的節目 進行今天第三個階段 富足人生千百問 在今天單元當中來跟大家談談了高調和低調之間 要如何取得平衡和拿捏 在今天節目當中 持續邀請到的就是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來到節目當中為大家做提點 導師好 子榮你好 以所有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像是我自己覺得其實要高調低調的事情有非常非常的多 像是剛才講到了像是金錢啊工作啊自己的自我能力之外 其實我覺得啊有些時候情緒也要低調一點點 像是我最近呢在辦公室有的時候 也可能同事之間啊在聊到什麼話題聊得太開心的時候 就會一群人呢就瘋狂的很開心的 然後聲音也比較高比較大聲 那但是呢也可能會影響到其他正在工作的同仁 那有時候我自己在忙的時候 聽到旁邊就是叽叽喳喳的 我也會覺得好煩好煩喔 其實在開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要稍微低調的一點呢 那尤其是在負面的情緒生氣啊或者些反悶的過程當中 也常常看到了欸其他人的一個不悅和不耐 旁邊的人會覺得嗯到底發生什麼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嗎 在別人發怒氣的時候被掃到颱風尾其實也是一件還蠻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發現了欸這個高調低調之間 其實除了剛才講到的這個錢財啊工作能力之外 其實連情緒自我的一個修煉收斂 其實都要多多的練習耶導師 是子龍提到這裡呢我就想到有的時候 然後跟我們的學員講啊 就是說你比如說子龍剛剛提到說 你的情緒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好的時候 特別的高調 讓這個辦公室裡面感受到 好像就是你最高興或者你最悲哀 對不對 那我又有時候就問學員啊 就是說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底氣跟籌碼 可以讓你在這樣子的比如說在辦公室 這樣子的揮霍 那如果一次是同事容忍你 那也許吧 但如果次次如此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的自身在這個環境裡面 大家針對你 而讓你沒有辦法跟別人打成一片呢 或者是 你本來應該有的同事之間互動的好事啊 或福利啊 可能就因為你這樣高調 別人就懶得跟你說了 那可能就是自己的這個損失 或者是 一百個或者是 問題是 我們自己有沒有察覺到 自己的高調低調 為自己帶來什麼樣的麻煩 我想這才是重點 但是真的有的時候 在這種情緒 不管是高漲或者是低落的時候 因為自己就陷在其中嘛 可能自己做了這樣子一個事情 會影響到他人 或者是對於其他人 感到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是自己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那我們旁邊的人 有的時候也很不好提點他 又說 現在是工作時間 你們要不要安靜一點 有的時候對我來說 也是很難跟同事開口 那到底我們旁觀的人 或者旁邊的人 要如何去做一點點的提點提示 或者是我們要如何去做呢 倒是 再來是跟這個團體 或者這個辦公室的文化有關係 你如果這個辦公室文化 有任何一個人提醒怎麼樣 大家都很有自覺 知道知道馬上改了 那事情就沒有 但是如果這辦公室裡面的層面 都非常囂張 不管一個人兩個人 還是多少人 你一句我一句 非常高調的時候 因為他不知道這樣高調 後面會帶來什麼問題 所以他還是如此的去做 而是不是真的就是如他所想 比如說這個人 這個掃門很大 他在這邊窮嚷嚷窮嚷嚷 但是有一個人可能做某種提醒 大家就能夠很自然而然的 就把這個就平靜下來 但是有些辦公室呢 一個人講 兩個人講 第三個人講 那結果當事者可能還反抗 然後造成大家不愉快 其實這就是見解與否的問題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自己平靜靜氣的 想到自身是不是太高調了 或者是各方面被別人看到有點嫌棄 或者是冥冥之中 給自己帶來厄運的前兆 他也不知道的話 我想這一些如果自己不把 所謂的我縮小來觀察著 看著自己的所作所為 可能就是在每一天的行徑中 多少就引起了別人對我們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不滿 而在工作中也好 朋友的互動中也好 是本來就有那樣子的好事 但是就因為自己的太高調 讓別人也不願意提醒你 或給你一些方便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些提出來的建議 而讓自己後來花了很大的代價 才找到的一個結論 那我想這些都是見仁見知 還是要自己來判讀 究竟怎麼樣的定位 高調低調 來面對這個事件 我想這才是重點 真的要等到了付出代價 已經吃了虧受了傷之後 才要來做調整和改進改善 那真的就有點太晚 而且太可惜了 畢竟真的我們要從很多方方面面 開始做調整 也不是一蹴可擊的 但是說到了這樣子一個 不管是在職場的環境當中 人與人之間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有的時候覺得 就是講話其實也是一件 非常需要謙虛謙卑的事情 那畢竟我們在一個言語談當中 常常不小心可能就會誇大其詞 就跟我們聊天的時候都很愛碰轟 就是膨脹自己也是一樣的 那到底要在跟其他人對話聊天的過程當中 要如何可以展現自己的锋芒 但是要如何又不會太過誇張 其實真的說話的藝術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倒是 的確 始終說說話藝術很重要 那我們就要去了解一下 自己說話的藝術究竟得幾分 所以我經常有時候鼓勵我們的學員 你把你哪一段跟人家的互動 或者是自己表述一些事情 把它錄下來再回頭來聽 是不是裡面還有一些可以用的技巧 怎麼樣的一個讓它更加分的方法 能用上去 然後給自己各方面都提升的話 那我想這就是好吃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去做呢 其實跟每個人的想法 最後的決定還是息息相關 我看到很多的學員或讀者 他願意來看著這一回事 然後去解決或者是調整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原先也許在面對的一些挑戰 看起來好像沒辦法穿越 但是當自己願意做一些成長 做一些可能性很好的互動中 你會發現 鄰居以前沒那麼可愛的 現在變可愛了 各方面 這些進展中 你會覺得 哇好家在自己有做調整 所以這個不管是人員啊 或者是別人給你一些方便 或者是怎麼樣的幫忙 我想這跟我們平常的說話藝術 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呢其實說話的藝術 真的要時常的一個練習 要在很多的場合 不同的一個身份 不同的一個地方之後 然後呢看著不同的人事實地物而定啦 像是其實我自己覺得啊 尤其是在跟很多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的人聊天的時候 其實就要更加的小心 像是我也常常在 比如說加入了一個新的團體 或者是一個 跟新的朋友認識的時候 就會聽到哇他們講說 自己做了哪些東西 多厲害多厲害 但是呢可能我就覺得說 嗯這個還好吧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聊天的時候 也要來好好拿捏這個分寸 因為你不知道跟你同場聊天 或只是在說話人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是不是也是深藏不露 他們只是沒有講出來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餐桌上面 大放厥詞 這樣好像看起來呢 小丑就是自己 所以如何要透過了每一次 說話的過程當中來練習 其實也要看著人事實地物 各個不同的場合 然後去做調整 去做精進也導師 的確 我就想到 這有時候看到一些短劇啊 兩個主角 一個是不會說話 一個是會說話 那不會說話的呢 一句話出來 可能就給自己扣100分 那會說話的呢 可能隨便一說 眾人的焦點就是他 那導致這兩個主角 演出來的這種水平呢 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不在一個平等線 事實上呢 你說這些會不會講話 而且講得适中 讓人家聽起來舒服 不誇張 也不渲染 我想這些東西呢 究竟它那個度 在哪一個維度裡 這些都是要練習 有些人覺得我沒有啊 我講得很實在啊 但別人已經聽到說話 沒有辦法容忍 對不對 那有些人他覺得 我不能夠講得那麼誇張 但讓人家聽起來不舒服 好像一個同氧席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呢 還是在熟練中 你會找到那個參數 在那個參數裡 你自己心中有數 不管是當場唱還是錄音 各方面都會有一個 心心相容的感覺 而這個感覺 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 對方如果感受到 你講的話 或者是你的描述 是他想要聽 或者是他覺得很有趣的話 那麼可能 你跟他之間的互動 或者是各方面 是不是就有可能 順利中加分加分再加分 那如果是真的可以如此 那有時候我們就要反問自己 那前面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除非說是設定已經久遠 很久以前 那如果我們隨時跟與時並進 隨時隨地都能夠調整自己的話 我相信又有心 把這些東西 有則改之無則免之的情況下 我相信自己各方面的成長 是可以時日可待 或已經看到 那成長的level 究竟它還是可以突破突破再突破 所以我經常說 我們不光是要成長突破 而且是一直在進行逝中 所以越是進步的時候 再回來看自己的一些 言行舉止 可能又看到很多東西 要自己好好的努力來做突破 那我想這樣子才會變成一個 三星循環 是這樣子 沒錯 要如何可以不斷不斷的修正 調整和改進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困難 而且艱辛的路程 畢竟這個學無止境 跟我們不管是說話的藝術 做人處事的一個道理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要如何取得這個度的平衡 然後讓我們自己 也有學習成長的空間 其實也歡迎大家 可以來多加的認識超馬的系統 因為我自己 其實製作這個節目多年以來 訪問到了非常多的超馬的學員 或者是讀者朋友 發現其實大家都還蠻會講話的 雖然說我常常說 上節目很緊張 但是在分享到了自己 真的是喜歡 或者是真的發自內心 相信的事情 其實他們這個話語當中的 這種閃亮亮的光芒 其實真的也是掩藏不住的 所以也邀請大家 一起來學習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要透過了這樣超馬來做 時時刻刻的練習 說不定也可以讓我們 AK取得這樣子一個不管是說話 做人處事的一個中庸之道 對不對導師 的確 我想一切還是要真誠 這個真很重要 有些人他吹牛吹慣了 所以人家聽起來 十句話只能相信半句 那反而是讓人家看清 看穿了這個人的水準 但是如果今天可以讓人家感覺到 這個人他所說的話 各方面的交流是如此的真誠 篤定 然後讓人家感受到他的價值 而且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魅力 那我想這個人在社會上就成功 那究竟自己要怎麼演哪一種角色 我想還是自己的抉擇 經常我說如果可以在秒秒之間給自己定位 這就叫秒秒GPS 能夠知道自己究竟的對錯之間 要怎麼樣來做事實的調整 而不至於說因為自己的疏失 讓別人已經到無法容忍的時候 接收到什麼樣的訊息 才在想要什麼樣的改型 那時候已經晚了 而在平時如果我們可以 隨時隨地的給自己自免 各方面的看到非常清楚 在怎麼樣的改進調整中 自己就會加分加分再加分的話 我想這對每個人來講是一種福氣 沒錯 但是要如何去透過了日常當中的一個學習 精進調整 來讓我們達到了更好的一個方法呢 那也歡迎大家咯 可以更加的了解認識 超級生命密碼的系統 也歡迎大家呢 可以在我們的官方網站和臉書粉絲團當中 找到了非常多 不管是在課程或者是活動相關的訊息 另外我們在手機當中 也幫大家建立了 超級生命密碼的夢想舞台手機APP 在當中也會有非常多的最新訊息 還有好聽的音樂歌曲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實際 參與我們的課程活動 我們在全世界各地 各個不同的地方 各個不同的城市 都有超級生命密碼的圓滿人生精英會 在精英會當中 會一起來分享導讀到太陽聲的導師 所出版著作的書籍 而且還有彼此互動分享的一個時間 透過了交流 也可以讓我們這一些的事理 看得更清看得更明了 不過因為我們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會 時間地點都大不相同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詢問客服人員 找到大家最適合參與精英會的時間還有地點 又或者大家對於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或者是圓滿人生精英會 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可以先把這一支電話抄寫起來 在我們的一般上班時間 週一到週五撥打電話來詢問 台北的電話是02-5599-5439 台北的電話是02-5599-5439 就邀請大家一起來更加的了解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要如何透過了各種不同的方式 來取得這樣子一個中庸之道 不會太高調不會太低調 但是在這個地道當中 又可以凸顯自己的鋒芒 要如何抓到這樣子一個平衡拿捏 還是要請大家多多的練習了 所以在今天節目當中 再次的感恩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太陽生的導師來到節目當中 為大家做提點感恩導師 謝謝子榮 謝謝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陽生的導師 在節目當中為大家所做的提點還有建言 在每週的節目當中 都會有太陽生的導師的書籍導讀 還有學員的分享 另外也有太陽生的導師 為大家做解答解惑的時間 也歡迎大家咯 每集節目都大不相同 可能每一次的問題當中 都會有你心中的困惑 所以也邀請大家可以重複的學習 還有聆聽 歡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播客當中 搜尋福到你家 就可以搜尋到我們的節目 也歡迎大家可以分享給身旁的 情捕好友一起來做學習成長咯 而今天的節目就為大家進行到這裡 當然在今天的節目最後也來送上好聽的音樂 來送上的是比較活潑的音樂作品 來自太陽生的導師所作詞作曲的天賜活力 也祝福大家有活力滿滿元 我們在下週六中午的11點鐘到12點鐘 F104.1正升台北調平台的頻道 我們空中再會咯 拜拜 來 天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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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誠職的心 接受著華麟 一生圓滿就在這一刻生氣 只要願意天賜活力 加持力 機會難道你要珍惜 天賜活力 和雨天心動的感激 天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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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天晴 你我就在幸福过独立 生命抵达最重要的是火灵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因为火力可怕幸福全清 让我们生活在天北月满里 现在拼为这个道理 像这火灵就在这里 唱这火灵就在这里 天赐火灵天赐火灵火灵 用生殖的心接受这火灵 而生圆满就在这一刻生气 只有愿意天赐火灵加持你 机会难得你要珍惜 天赐火灵 感恩天地天赐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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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天地的热火灵 感恩天地 centered火灵 和生命抵达最重要的是你 感恩天地趟火灵 和生命抵达 感恩天地热